8月18号,严承旭出席米亚银市情人节新品记者会 受生怕台风影响,让很多活动都宣布取消 今天虽然是在台湾做宣传 可是严承旭一出场却用流利的日语和大家打招呼 并且亲自为大家介绍自己所佩戴的饰品 演的台下尖叫声不断 甜甜圈圈,然后完全不见 这个脖子上戴的这个项链也是甜甜圈耶 对啊,那种感觉你觉得是怎么样? 情人在拥抱的那种 甜甜圈吗?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对啊,而且我觉得想到甜甜圈 其实就会感觉是甜蜜吧 甜蜜 然后他又因为他是用黑马脑的材质 其实戴起来蛮舒服的 甜甜圈的诱惑,对不对 但在他的这个身上非常的帅气 之所以严承旭会用日语和大家打招呼 是因为今天有1400名日本师奶 不畏风雨专程抵达台湾 参加严承旭的见面会 其中一名71岁的老太太 是这次见面会中 1000多位粉丝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她说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今天的机会 兴奋到差点摔倒 接着又紧紧的抱着严承旭 让全场其他的日本师奶都尖叫不已 严承旭表示 情人节不一定要和女朋友一起过 也要陪陪自己的家人 谈到心目中的女友 严承旭探言 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可以关心自己 帮助自己一起成长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自己遇到其实蛮多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一直不断地在适应跟学习 那我也希望说我的另外一半可以帮助 让我可以一起成长 我觉得其实情人节不一定是女朋友嘛 就是家人 然后我姐姐啊 我觉得算是一个很棒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